俄罗斯网民对于当局监控网络的反应 包括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在内的许多俄罗斯城市 这个星期六再次爆发了民众示威 网民们抗议越来越多的人 因为网上发帖和留言被定罪判刑 不满当局日益加强互联网审查和封网 人们呼吁互联网自由 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 驻莫斯科记者白华 白华你好 这次抗议示威活动规模有多大 有哪些主要的诉求和口号呢 对 在抗议活动当中提出了许多口号 其中的一个主要口号就是说 他们喊出了就是说俄罗斯不是中国 那么俄罗斯这互联网不应该走中国的道路 还有其他的一些口号包括互联网自由 停止这个互联网的审查 释放这个因为这个网上留言和发帖 转发帖子被判刑的这些许多人是 至于说这个规模呢 这是第二次 莫斯科第二次举行这个有关的这个抗议活动 那么七月 一个月之前也举行了一个类似的这个抗议活动 参加人数大约有的说是这个1000多人 也有说是2000人 那么还有人说是这个几百人 莫斯科这个活动规模最大 圣比德堡呢 人数参加的人数不太多 还有俄罗斯的其他一些城市呢 也举行了这个相类似的活动 但是人数呢 同这个莫斯科相比呢 都是非常非常少 喜伯 好的 那么我们知道普京当局控制了媒体之后呢 就把手伸向了相对自由的互联网 网络自由空间在不断的缩小 俄罗斯网民在这方面都有哪些担心呢 您觉得 对 俄罗斯现在这个克里姆林宫呢 其实把这个俄罗斯这个新闻舆论呢 基本全部控制起来了 那么互联网呢 是这个相对这个控制较少 而且是相对这个较自由的这么一个领域 另外呢 今年春季爆发了这个好几次 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反政府示威活动 那么参加者呢 大多数都是这个年轻人 而且他们年轻人基本就是不看电视 当局的主要这个宣传工具 和洗脑手段呢 就是通过这个电视 所以说等于这个当局这个宣传手段呢 对这些年轻人的不起作用 所以说这个很多人认为就是说 当局以为就是说 这个必须把这个互联网给控制起来 因为这个年轻人获取信息的手段呢 现在都是这个通过互联网 互联网是这个唯一当局现在没有完全控制着这么一个领域 所以说现在许多俄国人认为就是说 当局对互联网呢 拿俄国人话说就是逐渐这个拧紧这个罗帽 逐渐这个加强控制 所以说呢 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说 俄罗斯这个互联网呢 会不会走上中国的这个道路 另外还有一个担心就是说 现在就是互联网上这个发帖和这个转发帖子 这个因为这方面呢 就是因言获罪的这个案例呢 现在越来越多 包括就是在星期六举行抗议活动的过程当中呢 那么许多过去被判刑 现在被释放的 还有这个许多正在服刑的 这个这方面的人士的家属 他们都登台发言 说许多人因为就是因为比方说 批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乌克兰政策 认为这个克里米亚属于乌克兰 甚至认为就是说 二次大战的时候 这个斯大林同希特勒呢 相互勾结 一起这个来侵略进攻波兰 许多人就是因为 转发这方面的帖子 甚至是转发帖子 就是转发一些视频什么的 留言什么的 因为这方面呢 就是被判刑 像有的家属说 就是一文发帖子 就是说突然的半夜 就是很多人进来 就是警察来搜查 然后呢 你整个生活呢 都会秩序全部被打乱了 你会花很多钱 这个请律师辩护 所以说呢 他说这种状况呢 干脆没法 没法这个容忍 好的 我们感谢白话 在莫斯科的连线报道 好